在早期介绍过以粟米酥煲水 是对于糖尿病的病患者有护疗作用的 最好是新鲜的粟米酥 买不到就要买干品了 今次就讲讲整条粟米了 因为原来粟米是秋天里面最好的补品 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有食物可以对我们身体特别的效益 而在这个秋天原来粟米是最佳的补品 根据德国的研究说 所有的主食包括白面、大米 这些主食之中粟米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因为它所含的维生素量是稻米小麦的5-10倍 它还有7种抗衰老剂在这里 例如钙、维生素A、维生素E、尾、维生素C 和脂肪酸等等 其中的维生素E是有足进细胞分裂 缓换衰老,防止皮肤病变的一个功能 还能够减轻动物默硬化和脑退化的功能 而且它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能够足进肠的鱼动 就减少人体对毒素的吸收 它的矿物质、钙尾、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物质 它含量都比一般的穀脈特别高 所以能够有防止高血压和清除自由肌的功效 对延换衰老是很有益的 而且对孕苦尼也是很有益的 因为它玉米脂肪里面的维生素这么多 是能够防止细胞的氧化 对衰老有益之外 从而对胎儿智力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而根据中医方面的北京中医大学 饮食营养学教授周健 他们说 粟米是有健脾利尿功效 它特别是入临秋至秋分这段时间 鼠热未清除 但是这个有很多鱼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呢? 就是补你的皮状了 粟米可以调中健脾 利尿消肿 所以它说 秋季最佳的补品就是粟米 一个很简单的食品 但是一个很好的补品 它说吃法就是你可以把它 蒸熟或者用水灼熟 这个营养吸收就更加容易 而当我们吃粟米的时候 最好粟米尖端的配尖都要吃 因为那里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这里 不过如果你的腸胃不太好 就不可以吃那么多这个部分 因为是比较难消化的 而粟米特别是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的 因为它的纤维很丰富 吃了之后血糖不会很快的升高 它的GI值就是升糖数值是比较低的 而它最好就是粟米和豆腐一起吃了 大家互相之间有个保抑作用在这里 因为豆腐里面的尼克酸 可以提高人对粟米里面的蛋白质的吸收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喝一个叫粟米豆腐羹 就是这个意思 而粟米你买的时候 很少大家会买到外面的粟米包住 因为香港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加拿大随时在街里面 有时候农村的人就放了一辆车 就很多这些新鲜拆出来的粟米 是很甜很甜 粟米有一个特性 就是当你刚刚割出来收割之后 你马上吃它 它真的可以说甜到牛 越放得久 它的糖分就慢慢会越来越消失 我曾经试过去一个叫做 一个叫White Rose 一个玫瑰园 一个很大片山片野的玫瑰的地方 那里是开给我们大家去游览 当天它将它们山上所种的粟米 立刻放下来 就立刻用水煮给我们吃 那这个粟米真的可以说 无以上知 因为它新鲜的出来 立刻煮 所以它的糖分是保存在这里 不用加任何东西 它放一点牛油在水面里 你拿出来吃 好滋味好滋味 现在加拿大也很多现成的粟米有得卖 有些已经去了外衣 用保鲜纸包得很好 你看到它的肉粒是很饱满的 有些是连着那个衣一起卖 所以当你买这些连着外衣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撕掉所有的外衣 撕掉最后的两片包住它 当你吃的时候才撕掉 而且你买这种是最好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粟米酥在这里 你可以保留所有的粟米酥 当然最顶的黑色的那些 你剪掉它 这些粟米酥是新鲜的 洗净的时候 你把它放进去一起煮的粟米 那你更加得到这个益存 但是要喝完这些水 因为对于糖尿各方面 都有一个很好的护疗效果在这里